胡雨薇新款宣传照《华生暗夜骑士》大喊,想要当坏人。 撑住反台过年的小小空档,胡雨薇拍摄最新宣传照,其中她最酷爱的莫过黑白款的《暗夜骑士》风格,在这款照片,胡雨薇展现不同以往的成熟男人魅力,左耳的耳环,个性中带助性感,获得一致好评。 拍摄过程中,胡雨薇非常投入光灵的情境,其中几张照片还不小心挤出乳沟,让摄影师跟经纪人不约而同喊出哎呦,惊呼声,引来胡雨薇赶忙冲到电脑前然后大笑说惊删掉。 大家忍不住边笑边亏他,自己恋那么大,还怕人家看。 同时也好奇询问,到底是何时偷偷练出的大胸肌。 胡雨薇最近在北京拍摄新戏在纽约,一有空档不是健身就是去滑雪,拍眼或是挑战各种密室逃脱,充分展现过动的个性。 而日前大陆媒体访问他,问他现在最想挑战的角色,他不假思索说放人,就算剃光头他也OK。 他补充,也许大家觉得他看起来暖暖的,但其实是可以有使坏的内心戏,引起坏人,肯定很过瘾。 他希望有人愿意给他这个机会挑战。 媒体好奇,胡雨薇是否有做过经纪人不准他做的事情,他说没有,不过快乐,话出引来大家侧目。 他说自从上次车祸,经纪人就不准他骑重机,但他毕竟是好动的男生。 最近还是想找时间重新骑重机,不过,保证会小心,绝不会再出错。 月中,胡雨薇即将完成在纽约拍摄反台,休息同时也要开始认真看几个邀约的剧本,希望下个工作可以让自己跟观众都有惊喜的新感受。 欢迎讨论